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从今天开始,我的频道会推出一个新的系列 专门介绍日本社会的一些有意思的观点和思想 正如我做日语节目,把医学翻译成日语 介绍给日文用户一样 我也希望把一些不被中文全关注的日本思想翻译成中文 给每个人多一个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 当然,由于是我所观察到的日本社会 所以不可避免的带有偏见 希望有时知识能给予指正 跟医学不一样 这些都是我所观察到的 不是系统性的思考 所以每集的贫富不会太长 完全就是抛装引语 如果能给中文思想圈注入一定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今天要说的话题是 为什么在乌克兰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经济会议上 有些国家投7全票 中文媒体铺天改叠的宣布 说在西方的压力下 能偷7全票已经是难门可贵 需要弥天大勇 从侧面扎醒了我党 手术两端 既不要得罪美国 又要安抚恶跌 最后弄得左右不是人的尴尬处境 但是日本社会观察的重点 不仅仅是中国投了7全票 还有印度、巴基斯坦等等 35个国家也投了7全票 这些国家投票的动机可能并不是肉喇叭所谓的沉默 也是一种态度那么的当纯 也有可能是这些国家也在筹备着战争 比如说印度跟巴基斯坦、中国跟印度、中国跟台湾 这些都是未来可能发生战争的区域 如果现在投了反对票 以后自己就处在非常尴尬的处境 进一步说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和平比战争好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想法 有些人就是喜欢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对这些好战分子 我们应该时时各额进行地方 因此 这次关于乌克兰的表决 除开投了战争票的国家 其他国家都应该被严格试试 看看他们有没有发动战争的企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我也会把最有观点的日文圈新思想介绍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会